21号的上午凤隆地区农会特别举办了农民节即西瓜节的活动 表扬优秀的农民同时也举办了西瓜比赛 46.6台金的中芯普西瓜夺冠了 由于天气的变化 这几年来平均能够超过36台金的西瓜并不多 这算是凤林这几年来最重的一颗西瓜了 凤隆地区农会农民节 21号上午在凤林正名广场举办 并且表扬多位模范农民 县长徐正伟、政长肖文龙、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先议员张怀文林原富 农会理事长徐方健等民意代表 都到场为获奖的农民颁奖祝贺 所以要不要给我们凤林农会掌声一下好不好 所以县政府也全力来支持 而且我们在今年的9月花莲县全县的 国中国小的孩子每一周喝豆奶 大家要不要掌声一下 为什么支持我们的农友支持我们的生产 我想这就是减少碳足迹也在推动我们的地球永续 让我们的农友能够有好收入 当然我们的米我们的蔬菜在这一次我们营养午餐里面 也会增加我们在地消费以及我们在地我们的合约的% 所以未来我们花莲的孩子在营养午餐的食用里面 就会几几乎会用到整个都是花莲的农产 花莲县政府农粮署以及各地方乡镇的支持 我们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一个礼拜拖一瓶我们碰入地球农会的优质的豆浆 我想这个对我们不但对我们农位的业绩可以增加 也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学生们的身体有相当好 有些人不一定适合喝牛奶 但是喝豆浆对身体的适应应会比较好 同时举办西瓜节正值是凤林大西瓜盛产期 近几年天气变化凤林大西瓜能够种出36台斤以上的西瓜非常难得 今年的西瓜大王是由中芯谱出产的46.6台斤大西瓜夺冠 西瓜的大小起节温度啦 所以今天的比赛最高的重量是46.6斤 可以说是往年的应该是最高的那个52斤的重量的大概少了一成到两成的这个重量 所以西瓜异常也导致我们官容的损失 但是也希望我们县府单位还有地方的地方的政府的部分能给我们以以协助 今年西瓜产量不多 产地价一颗飙涨到235元 县长也鼓励乡亲能够多食用在地的农特产品 让农民在农业发展上有更大的信心以及支持度 记者林杰 风铃正采访报道